这一部《二十经》跟《十九经》是一样的 都是在讲未、患、离 而且强调的都是如实之 就是你要有觉知 那么觉知什么呢? 觉知你生命中烦恼都是怎么生起的 为什么会有这种烦恼? 那么怎么样去除这种烦恼? 要去除到什么程度? 这个简单就用所谓的未、患、离 用一个代表叫做五蕴、色受、想、行、事 这里主要是在告诉你 当你,就是你的苦来自于你的业 你的业来自于你的烦恼 烦恼的根本叫做我见跟我爱 这里从我爱下手 我爱如果断 我见也渐渐会断 如果从断烦恼的层次来讲 我见先断 就是先断我见 然后才断我爱 但是要断我见 也要必须先保我爱 所以欲贪是三果才断的 但是我见是出果就断的 但是你如果没有保我爱 你没有办法 没有保我爱、保我所爱 你没有办法就能够断我见 那二果薄贪成痴之后 他们是断根本我见 那我见有粗有戏 粗是粗果断的 戏是阿罗汉断的 我爱有粗有戏 粗是三果断的 戏是阿罗汉断的 那么这一些基本上都不离开我爱跟我见 那么总和起来叫做贪嗔痴 那主要是贪跟痴 痴是由贪而有的 所以欲贪断的时候 痴就断了 那现在他告诉你 你的苦 你生命中的苦来自于 有生命本身这一回事 那生命是怎么形成的 是由夜来的 夜是由烦恼来的 烦恼是由我见我爱来的 所以你现在的步骤 就是要观察 烦恼到底都是怎么运作的 先知道生命是怎么一回事 那生命是怎么一回事 生命就是五运 就是由五运合合的 他先让你知道这个 那你从五运去看 后面从六路处去看 也可以 从十八界看也可以 那现在就是简单的讲 从五运上去看 因为五运就是一个生命体 有五运合合 而有这个生命 有这种生命现象 那这种生命现象 有一种驱动力 那这种驱动力 来自于 最主要来自于 三种力量 一种就是过去的力量 过去对你造成的影响 一种就是 现在你面对境界 所产生的这种信念 它也是一种力量 一种主导的力量 还有你对未来的需求 你希望你的未来 是怎么样的 那么这也是一种力量 所以它叫做心 担恋于过去 这上次我们讲的 担恋于过去 担着于现在 心求于未来 那主要都是 有这三种力量在驱动 那么驱动 你有这三种力量 你如果不如十字的话 你就会不知不觉 又起烦恼造业 那么顺着过去 烦恼的力量 业的力量 那就不断不断 形成 循环 那这个叫做有阴有缘 世间起 所以从缘起来讲 它叫做什么 这个流转的缘起 那么现在告诉你 你不要顺着这个流转 所以它是环面 你必须要找到那个因 你知道 因为它为什么叫你观察 这整个过程 叫你观察你的心 为什么 如果从这里来讲 如果我们从这个经文来讲 它说 我习于色谓有求有行 若于色谓谁顺觉 则于色谓以智慧如实见 那么这跟第十九经是一样的 众生于色不畏着 则不染于色 众生于色谓则又染着 这个意思是一样 它从不同的角度看 它告诉你众生 你如果以染着于色 那么你就会有什么问题 那么我过去 对这些色受想行事 它是不染着的 我为什么可以不染着 那么它讲这个 那么当然后面就讲到患 那么这个是染着的因缘 但是你最先要知道 你染着的 就是你执着的 你贪爱的 你现在里面 现在这个循环里面 这一点要先看到 就好像你要出苦海 要先察觉到 我现在在苦海里面 如果你都不察觉 你现在在苦海里面 你怎么会出苦海 不会的 所以这个是第一点 那你要先察觉到 我有烦恼 我随顺着烦恼了 那么我要远离这个烦恼 所以出离心永远是第一件事 那出离心来自于 你对现在的状态不满意 你要出离现在的状态 那现在的状态是不好的 这一点你要先确认 我现在是什么状态 这要先确认 现在的状态是不好的 会让我受苦的 我已经在受苦了 或是我未来会受苦 这个第二点要确认 第三点要确认的就是 我是可以离苦的 我要将用什么方法来离苦 那么对法要确认 基本上你先有这三种确认 这个叫做未患离 那么你就能够一步一步的 一步一步的完成 这个叫做随顺觉 这个色位 受位 想想位 这个位是贪爱 贪爱这个色 我们如果用现在来讲 就是我们贪爱这个物质上的 贪爱这个种种的物质的无欲 贪爱我们的身体 贪爱别人的身体 贪爱我们自己的东西 拥有属于我们的 贪爱属于别人的 反正这些都叫做未 就是贪爱 所有的物质 色受想行事 不是受想行事 言而鼻子身所对的色身相位处 色身相位处 都是色 其实就是这样 就是六根攀缘六成起贪了 其受想行 基本上就是这样 你一定要把你所学习的东西 管它贯通 你不要讲到五蕴的时候 跟缘起没关系 讲到六处的时候 跟五蕴没关系 讲到未患礼 好像也跟六处没关系 不是 都是有关系的 缘起就是四地 四地就是缘起 四地就是八正道 八正道就是未患礼 这个基本上都是相关联的 它就一件事 我有苦 我要解决我的苦 就这样 所以我的苦 我有孕处界 五孕十二处十八界 苦 苦有种种的苦 有八苦 最重要的是五孕赤胜苦 因为五孕赤胜 就是这个生命 它是有这五种基本元素 可以说 这五种五类色受想行事 它不断在运作 我都不断在运作 那么才形成我的苦 所以我必须就好像 一个台风来 它有那个气流 怎么样的气流 往哪里跑 会造成什么样的伤害 你先知道了 你观察到 你就能够远离那种伤害 所以它先看到现象 这个现象 不外遇是生命的现象 那烦恼现象 它后面会讲 你要看到烦恼的现象 跟不烦恼的现象 但是不烦恼的现象 一定是你看到烦恼现象之后 你去解决过的 就好像 你来看这个地方很脏 那么你看到脏之后 你要把它扫掉 然后你扫完了之后 再看不脏了 就这样 那现在看的不是讲堂 看的是你的心 只是这样而已 那你要必须养全这种习惯 常常看见自己心里面的烦恼 那烦恼 它这里是以贪爱来代表 就是以贪 胃 它的名词叫做胃 所以色胃 受胃 想胃 行胃 四胃 胃就是胃着 讲严重一点就是执着 那由贪爱产生执着 爱取有 取就是直取 就是执着 好 所以它这里都是 你看 它讲它 佛陀讲到自己是这样的 跟上一经其实差不多一样 我与色畏随顺觉 就是 我们用另外一种说法 叫做有贪之有贪 就是这样 当我与色畏 就是我畏着这个色 畏着这个五欲 那么我智慧如实见了 我能够如实知 如实见 其实就是有贪之有贪 就是我有烦恼 我知道我有烦恼 我有什么样的烦恼 我为什么会有这种烦恼 这个你要先清楚 就是我为什么会起这个烦恼 那你如果没有想清楚 就是那个人给我起烦恼 都是他不好 不对 这样只看到成 没有看到事 没有看到受想行 就是说 你还没有看到真正的原因 你说就是因为那个人讲话 惹恼了我 烦恼是他引起的 是他引起的 但烦恼在你的心里面 是你生起的 是他引起的 但是你生起的 他只是圆 你是阴 就好像你用水 你用水去浇那个种子 水能够发芽吗 水不能够发芽 水必须浇到种子 种子有发芽的能力 它才能发芽 它去浇石头 怎么不长叶子 对不对 水去浇石头 怎么不长叶子 浇到那个种子 它就长叶子 为什么 那个因在那个种子里面 那个人讲那个话 为什么有些人喜欢 有些人不喜欢 那个因在你里面 那么你要去察觉这些事 你没有察觉这些事 单单这样念 我一色未顺觉 这一位顺觉 你念到往生 都不知道你在念什么 事实上烦恼来 你没有察觉 你会念若一色未 色未 这是色贪爱 贪爱这个色气 这就是烦恼的代名词 它就是未 只是烦恼的代名词 它有贪嗔痴 它现在用这个未 未来代表 患就是要远离这种烦恼 远离这种过患 因为它会产生苦 它后面 与一些事情稍微解释 离就是 你在解决烦恼的过程中 把烦恼渐渐解决了 处理了 处理了这种烦恼 处理了烦恼 就处理了苦 问题就解决了 那你也知道 你也清楚知道 因为这种清楚知道 是由你最前面培养来的 叫做觉 随顺觉 随顺于解脱的觉 随顺于处理的觉 是这样的 那你先知道 第一点一定先知道 我都在起什么烦恼 那么我为什么会起这个烦恼 那你要如理思维 不如理思维 你都会怪罪别人 自怨自爱 像有一些人拜佛 那拜叉 拜一拜 问题也没解决 他第一个先怪自己 我业障重 第二个 再拜多一点 然后就觉得 诸佛菩萨不敢应 开始怪佛了 然后就开始怪佛法 真的有这种人 他一直在佛菩萨不敢应 就觉得 佛菩萨不敢应有两种 一种就是 我跟他没缘 一种就是佛菩萨的力量没那么大 所以就转到 怎么信上帝 确实也这种 那为什么会这样 他不懂佛法 我之前在网路上看着 有一个出家了十几年的 后来又去信上帝 然后就在基督教里面 开始用文章 因为他过去有出家的经验 读了很多 也读过佛学院 读了很多书 就开始讲佛法 其实是什么意思 但是他就讲他的经历 就是他跟一般佛教徒一样 生了病 就努力念佛拜佛 觉得自己越占重 结果已经那么努力了 但是他还是没解决 后来他有一个基督教的朋友 叫他说 你是不是要试着 那么念上帝看看 念上帝病好了 然后他就觉得 佛没有上帝的力量 那么这个是很明显的怎么样 误会佛法 他不晓得 那你说真的是上帝比佛有力量吗 显然不是 这有点像你吃了 吃了一个人吃了 佛教就举过这个例子 你吃了七个包子 当然佛不是这样的 但是他吃了七个包子 一个不饱 两个不饱 吃到第七个饱了 他就讲 早知道买第七个包子就好了 前面六个都白吃了 第七个包子会饱 前面六个包子都不饱 不是这样子的 当然佛法也不是说 你这样一直拜佛念 它就是没有像这样 你去解决你的烦恼 而且即使是佛 即使是佛也会受苦 它是由夜来的 你要先确认这些东西 佛没有办法解决你现在受的苦 但是可以解决你未来受的苦 因为现在的苦已经是果报了 他就是受了 受完了就没有了 但是问题是你受完了之后 你那个因没改变 未来还会受苦 其实重点是这样 那你的改变方式不对 所以他就一没有解决 一没有解决 果就不会解决 那看起来好像解决的 实际上是没有 实际上他是 暂时远离那种因缘而遇 并没有解决 就好像你那个土石流是因为你把那个树都砍掉了 然后破坏水土 那下大雨崩了 那现在看起来好好的是因为现在没下雨而已 等来一天又下大雨了 雨不过大 或是现在没下雨而已 那你一个人来帮你把这围起来 那因为现在雨量不过大 就到那里挡住了 好像解决了 实际上没有解决 雨再大一点一样崩 但是你会以为这个方法有效 我只要在旁边用几个沙包堆起来就好了 不是 这个没有解决问题 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你就不要再遇到大雨 你遇到大雨一样崩 那这个人的福报 让他这一次只是遇见这只小雨 那如果他没有改变 那么他这个因缘就不断不断又会照做月 那哪一天夜成熟了一样又崩了 他就是这样 那佛讲得很清楚就是 很多东西有因有缘世间集 你要从那个因下走 苦也是一个果 苦果必有苦因 所以这个苦即灭到 那整个形成的原因 它就是缘起 所以他自己也告诉你 那你一定要先明白 我到底都在烦恼些什么 那么烦恼它就是一种执着 那对于这个人 对于这件事 乃是对于自己 对于别人 对于这个世间 对于这个政府 对于这个国家 我们要烦恼的太多了 那么通常都有三种情况 一种是我们可以解决的 一种是没有那么容易解决 一种是我们不能解决的 但是我们都会烦恼 对于我们不能解决的 我们也是会烦恼 政府要怎么做 哪一个政党怎么做 这个我们解决不了 但是我们也是会烦恼 会生气 会诅咒 就这样就这样 明明解决不了 你明明知道诅咒也没有用 但是骂一骂也爽 对不对 就这样 可是你不晓得 这样的行为是什么 这样的行为 是一种不断直取的行为 你不要以为 这个好像没关系 好像就是透透气 不是 你就是在这样的行为 辗转的行为里面 不断不断 你就是没有绝嘛 就是你明明知道 你这样骂 就是你看着电视 一直骂一直骂 你能够解决什么事情 能够解决什么事情 就是有啦 有一点就是 让我不那么气 解决一下你的心情 但是你忘记了 当你看到这种不好的心情 不断地诅咒的时候 看起来消气 实际上增长了未来怎么样 烦恼的因 那个称心就转强了 为什么 你遇到这个境界 第一个养成称心的习惯 养成诅咒的习惯 那每诅咒一次 每生气一次 他这个力量就增强一次 那个就是夜阴 那个就是烦恼因 你曾经这样想过吗 没有啊 你就觉得 真正是会带这人去 就开始一直骂 骂 骂完了觉得 哎 舒坦 心里舒坦多了 表面舒坦多了 实际上 你的破坏越来越重 烦恼越来越重嘛 很简单嘛 因为你每照做过一次 他就形成一层的力量 他就养成一种的习惯 而且他变成一种 不由自主的 他就会这样做 那你从来没有去想过 那这样做 第一个 你在执着是什么 你在生气些什么 那这样做有什么意义 对我有什么利益 有什么不好 有什么过患 你没有如实之哦 你看到对我有利益啊 至少我心里面舒坦多 我骂出来好多了 是好多了 但是你那个内心累积多了 很多人没想到这一点哦 所以你不会去克制 你就会让他发泄 发泄完了 当然我们也不是说 要绑得很紧 但是最上你要从底上路 从底上路 那当然也不是叫你一直压迫自己 都没有情绪 不是 我们的情绪 就是我们基本上 不是过渡的 不是非礼的 那么不是会导致 我们未来更苦的 那么你必须要这样 其实我们生活中 存在太多的烦恼 常常会起烦恼 就是你觉得 不起烦恼的时候 还是在起烦恼 吃 其实是这样啊 为什么 你就没有绝嘛 那这一点其实 实在是不容易做到 但是可以做得到 你说我现在都做到了吗 也没有 但是至少我们 渐渐渐渐 绝的程度越来越强 那么做到的东西就越来越多 开始起烦恼的时候 会知道 会知道 就是还是属于后知后觉的状态 但是至少有绝啊 只是这个后是多久以后 一个小时后 两个小时后 一天后 一个月后 一个礼拜后 这个每个人就不一样哦 但是重点是你有觉 那大多数都是处在不知不觉的状态 所以这里强调的就是 以色谓随顺觉 以色谓以智慧如是见 那重点就是 你要有冷静理性的心去观察你周遭或是你生命中经常发些什么事 那么哪些事让你起哪些烦恼 那你为什么会起这些烦恼 你在意的是什么 这个谓就是探谓嘛 他直取 直取就是你在意的 先有在意不在意 才有如意不如意啊 是不是 你都不在意 那这个人怎么会有什么如意不如意不如我意 那你的意是什么 你在意的是什么 我在意什么 才有我如意不如意的事 那这个叶子掉下来 你会在意吗 不在意嘛 所以叶子掉下来不会造成你不如意的心嘛 不欢喜的心嘛 你也不贪也不撑嘛 那么这个类似像这样 但是这个并不代表你亲近 不是 有些是你没有觉察 假设说叶子掉下来 你马上就发现到什么 这个叶子掉下来也是世界的一种现象 它是无常现象的当中 从一片叶子掉下来 你就知道缘情 你就知道什么 就知道无常 那这个 一样是叶子掉下来 一样是树在生长 有阴有缘是间起 你马上想到 那个就不是吃 那你无动于衷不代表你心清净 所以为什么说我们的心不是贪 只是撑就是吃 所以地藏经讲的比较严重一点 言福体众生举心动恋 无非是罪 无非是业 那罪业是从贪嗔吃的罪报 贪嗔就是就会造成苦 这个过程来讲 它并不是说你都造五历十二业 没有 言福体的众生都是恶人 不是 它是从有烦恼这件事来说的 就是一般的人如果没有绝 没有随顺觉的话 基本上对于他的烦恼没有察觉 他基本上就一直在烦恼中 因为他没有察觉他请烦恼 他没有察觉他这种贪爱执着是不对的 他就一直执着 一直执着 一直执着 那后来就慢慢形成有一种强迫症 即使没有事他也会这样想 没有事他也会这样做 本来是需要才会这样做 现在就是不知不觉就一直要这样做 以前是遇到境界才会起承认心 现在是不知不觉停下来 就会起承认心 想到就起承认心 想到就起承认心 他变成有种强迫症 之前是看到境界一骂我我才生气的 现在那个人已经不骂我 都过了十几年了 我想到还生气 而且一直想一直生气 一直生气一直想 就变成强迫症 心理的强迫症 强迫自己受苦 强迫自己起烦恼 你看是不是这样 所以你必须要怎么样 要开始有绝躁性 最好在刚起烦恼的时候 或起烦恼不久的时候 就马上入手去解决它 如果你已经行前很久了 那个就要用很大的力量 很强的力量 那么再慢慢把它转回来 因为变成习惯了 所以一开始 当我们轮回已经习惯了 我们起烦恼 照页已经习惯了 但是现在透过我们学习佛法 那么慢慢慢慢转回来 转回来 最难改的习惯就是轮回的习惯 也可以改过来 为什么 佛头改给你看了 佛地址改给你看了 实际上他告诉你 我以前是这样的 但我怎么做怎么做 变成这样的 以前其实你说那以前佛就跟我们不一样 不是最早的时候跟我们都一样的 都一样的 他也曾经多过三二道 佛头也曾经做过路王 做过什么多过三二道 他跟我们一样 那我们往底下看 所以说这里的经最重要的在告诉你 有烦恼要知道 为什么起烦恼 是什么烦恼 那在哪些地方起烦恼 为什么 这是第一点 所以他叫他说 于色谓 谁顺觉 那么 则于色谓 以智谓 如实见 如是受想行事谓 这个谓就是贪爱 那么 基本上用色受想行事五页来代表 代表你起烦恼的 这整个 那么不外乎是 你对自我 我所爱 我所求 这一些 我所欲 这一些 那么在里面形成的 那么 有求有行 若于受想行事谓 谁顺觉 则于受想行事谓 以智谓如实见 不管你贪爱些什么 你都能够觉知到 不管你在意些什么 直取些什么 你都能够如实知 如实见 好 那么 这是第一点 这是第一点 那么 知道了怎么办 知道了要解决 那怎么解决 你之所以在意 就是你没有看清楚 举个例来讲 我们最常见的就是 男女在谈恋爱 不管是渣男还是渣女 不管 反正就是 女的直取男的 喜欢男的追取女的 我看见有一些 有一些女众 会喜欢喜欢这个男的 这个男的 天天打他 他还是要跟着他 真奇怪 那么他就赚钱给他用 他不赚钱 他还是要跟着他 后来那个男的离开他 他哭得要死 甚至要自杀 那么这个现象 让我们很迷惑 为什么 他不是 他不是对他不好 照理讲 对他不好 他应该要离开 可是 他又有 他又执着 他对他好的那一部分 因为他不可能完全不好 一定有好有不好 那么他就执着 他好的那一部分 那么 那么 就是 我们叫做 睁一只眼 闭一只眼 睁眼看到的是好的一部分 闭眼就是没看到他不好的那一部分 就 就选择 那一部分就忽略掉 这是人的习惯 但是如果你把 这个过犯思考清楚 比如说 他因为 男女恋 一个男的不喜欢他 他 有些人就是自杀 有些人就痛苦 又一症 好 那你好好想 你好好想这个问题 你 这个是爱你的人 是后来才爱你的 那么你家里爱你的 是从小就爱你的 那么你为一个这个不爱你的人 要离开那么多爱你的人 那么你为了执着这个不爱你的人 要放弃那么多爱你的人 你都没有看到还有那么多人爱着你 那你 你为了 你为了他让你受苦 你要让 你为了一个 为了一个 不爱你的人受苦 你要让那么很多爱你的人受苦 这个是什么逻辑 可是一般人不会想到这里 那你好好想 他带给我苦 应该我离开他 他们 他们 他们让我不苦 解决我的苦 我应该要 要顺着他 可是没有 你看 他顺着就是 他想要找回 就是他现在让他受苦 他再找回过去 不让他受苦的 现在 以前这么些人家里的人都不让你受苦 你为什么不去找呢 你为什么不求这些呢 那么现在我们这些烦恼造成我们痛苦 可是我们会一直也觉得 这个就是我的个性 我就是这样 那你还不由自主的一直起这个烦恼 让自己受苦 明明知道想到这个人自己就生气 自己就痛苦 吃不下饭睡不着觉 可是还常常去想 那不是很奇怪 你明明知道想他是不对的 他是不好的 那他是不对 他是不好的 你就要舍离啊 因为他带给你痛苦啊 可是你又不自觉的就常常会想到他 一想到他是生气 一生气 那看到类似的就想到他 然后想了就在心里面放很久 放很久 犯成负担 变成一种负担 那 那你又不得不想 你也想要不要想他 但是你又不自觉的一直想他 那想到他就生气 不管是爱还是恨都是这样 那他带给你痛苦 可是 你实际上心里面是想离开这个苦 可是 你心里面是想离开这个苦 但是实际上你一直在追求这个苦 实际上你是一直在追求这个苦 你一直让自己受苦 这个过程其实就是你心里转折的过程 可是一般人 差就差在 其实他也想离苦 但是为什么离不了苦 他没有绝而已 他没有去思考 我这个苦是从哪里 就是没有好好去想 比如说我有这个烦恼 我有这个问题 那这个问题到底从哪里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问题 我在在意一些什么 我在执着些什么 我在烦恼些什么 为什么 没有去想这些 当你没有想这些的话 你就会随着你过去的习惯动作 习惯思维 我们叫做惯性思维 慢慢慢慢就不自觉的 就这样 就不断不断的让自己受苦 就在苦里面又起烦恼 那烦恼又造作恶业 那这些恶业又让自己受苦 就这样 就说获业苦 获业苦都要轮回 所以有因有缘事间起 就不断不断 不断不断 形成这个生 这个生受那个业 那个业受那个苦 那个苦起那个烦恼 没有停止过 从小到大 从生到死 没有停止过 当你恨一个人的时候 即使那件事已经离去很远了 即使那一个人都不在你身边了 你那个恨还在 当你爱一个人 或爱一件事 或爱一个东西的时候 也是这样 那么这一些就让你的感受越深 你的感受越强烈 印象越深刻 你造作的就越有力量 故作越必受报 不是这样吗 那这一些所造作的业 就让你未来遭受更大的什么 苦 那这更大的苦又引起你更强烈的反应 那反应强烈印象深刻 那个行为模式就更什么 更直接 更强烈 就这样 你看不都是这样循环的吗 你好好想这个过程 其实佛法讲究就这个 就是没有这么白话 因为它这个是翻译的 那过去的语言 但是你还好想 它不过就是解剖我们的心理状态 我们的行为模式 我们的受苦的模式 就是这一套啊 就好像机器啊 这一关这一关这一站站出来 然后再这样 就循环循环循环 不断循环 一直在生死苦海中循环 所以叫做烦恼海嘛 夜海苦海嘛 那现在是给你一条船 叫做法嘛 要从此岸到彼岸嘛 不是这样吗 叫做波罗波罗蜜嘛 那你要寻着这一条船啊 你不能离开这条船啊 那我们是坐了船 坐一坐又习惯跳到海里面 船就不见了 然后再去找一条船 又跳到船 坐没有几分钟又跳到海里面 又烦恼海里面嘛 夜海里面嘛 然后苦海里面嘛 然后自己跳进去 又觉得坐船也没有用 不是没有用 你离开船了嘛 你离开法了嘛 你的心里面已经没有绝招 没有用智慧 把你所学习到的法 一直运用在处理烦恼上面嘛 解决你的烦恼 解决你的苦 必须处理你的烦恼 那你都不晓得烦恼在哪里 你都不晓得 你现在起的是什么烦恼 你要怎么解决 所以你必须要第一点就是 我们讲 第一点就是要觉知嘛 觉察你在什么时候起什么烦恼 以智慧如实见嘛 那见了之后呢 要处理 因为你真的如实知 如实见 那么你清楚了 当你清楚了 你就知道你要怎么做 那你还不知道怎么做的时候 表示你还不清楚 就医生看病一样的啊 已经明确知道你这个病因是什么了 他就去找那个药 那在医学界里面 还有治不了的病 在佛法里面 没有治不了的烦恼 在佛法里面 没有治不了的烦恼 没有断除不了的烦恼 在现在的医学界里面 还有治不好的病 但是在佛法里面 没有断除不了的烦恼 只有你找不到方法而已 法法经就讲 没有进大地 每一根草都是药 佛法里面 每一个法都是药 都能解决你的某些问题 那从大的根本到小的烦恼都可以 问题是 你有没有寻到这种法 你有没有认知到这种法 那么认知到了 你有没有离开这个法 其实是这样而已 所以才要让你保持什么 正念正知 念的是什么 是法 知的是什么 法 所以念法知法 念佛知佛学佛 基本上就这样 佛为什么可以成佛 这个是你念佛的最主要目的 就是那个觉 现在在讲就是觉 所以佛就是觉者而已 觉悟真理的人 觉悟真理就是如直之的人 我们再往底下来看看 所以第二点叫做患 那么这个色患就是我辞取这个色 我贪爱这个色所引起的过患 那么有求有行 若以色患随顺解 则以色患以智慧如实见 如是受想行 色患有求有行 则以色患随顺解 以色患以智慧如实见 好 那么这个道理一样 前面 我们就不用这个色的眼睛这样看 就是你直取这个东西 它就是你直取 直取是一种受想 受想行的状态 那么色 直取这个色 直取这个身 色 直取这个身 直取这个身所面对的这个境 不过我们刚才讲 就是根根层 这个根根就是自己的色身 直取自己的感受 这个受先讲受想 那么直取 直取这个境界 直取这个烦恼 直取这件事情 那么你要思维它的过患 要如实看到它的过患 就好像我们刚才讲 这个女孩子 那么为了一个不爱她的人伤心 那么选择去自杀 那么她没有看到 实际上 如果她不爱她 那么这个越早离开是越好的 她没有看到 实际上这个对她是有利的 那她不爱她的 她在跟她复合 那她不是更会伤害她吗 那么并不好 那么那么多爱她的人 她为什么没看到 她没有看到 真正的幸福是 身边拥有很多爱她的人 而不是身边拥有一个不爱她 勉强跟她在一起的人 那现在 越早发现她不爱她 那么她尽量可以找到 爱她的吗 那她为什么会因为这样苦 因为她执着于过去的那种感受 还怀念过去的那种印象 还希望能拥有像过去那样一样 这个不就是顾念过去 揽着现在 心求未来吗 可是这样的心是错误的 她不自找得她错了 她一直在错误中 一直在错误的循环中 走不出来 所以才会自杀 才会忧郁症 可是她如果能够如实之的话 她就会发现 离开对我是好的 早就要离开了 是好的 她一开始没有她 认识不了多久 一开始没有她 生命中是没有她的 为什么现在离开了 你就活不了了 那些那么多爱你的 你的父母 兄弟姐妹 那么多在乎你的人 你都不在乎了 你在乎一个不在乎你的人 却不在乎那么多在乎你的人 不是很奇怪 那你好好想这个问题 过患吗 好好看清楚 那我们烦恼这些有什么用 后面就是患要怎么修 未患你的患要怎么修 就是要思维它是什么 简单讲就是思维它是无常的 是苦的 在哪里呢 这个在 好我们看这个 看这个于且世纪的解释 那么她在观察 这个第七十九页 前面有讲到这个爱慰 你生喜 生贪爱 你要知道 然后又观察出行 第几页呢 揽静下来 下面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第八 观察这个患是什么 又观察诸行是无常苦变坏之法 四名与比过患 又有一几过患几月广大 好 那这个是总说来做 就是 它一定是苦的 它会造成你的过患 为什么 它会改变 不管好不好 它最后都会改变 就是你追求的东西 不能带给你实质的利益 它只能带给你什么 痛苦 跟美好的回忆而已 但是当你过去越美好 你现在回忆起来就越什么 越痛苦 因为你不再拥有 那么你都是失去了 那么你也曾经拥有过 但是这一些 你要面对的就是 老病死 不断不断的这一些 不管你拥有什么 不管你拥有什么 不是他离开你 就是你离开他 不是你先离开他 就是他先离开你 最后你终将拥有的 只是你的业跟你的苦 你的生死而已 那么你好好想这些问题 并不是要放弃你现在的人生 放弃你现在的生活 不是哦 佛陀没有教我们 放弃我们的人生 放弃我们现在的生活 而是我们要过自在的生活 觉悟的生活 清净的生活 正当的生活 归于佛 归于法 归于生就是这样 归于佛 向佛学习 从此过觉悟的生活 归于法 依法修行 从此过正当的生活 归于生以生何而 从此过清净的生活 他不是告诉你 每个人都出教去修行 不是这样 就是你在生活中要觉知 要觉照 那么你还是这样过生活 佛弟子很多 正出国二国三国的 一样过在家生活 他一样有家庭 有孩子一样做生意 但是 他 他在过这种生活的时候 他是很清楚的 他的烦恼是渐渐 他还是有谈证词 一样有 但是他知道要往哪一个方向走 他就顺着这个方向走 渐渐就是保持正念证识 并不是天天念佛 这是正念证识 不是 念佛就是拥有佛那种觉察力 知道起烦恼 那么不让这个烦恼扩大 增长 不随顺这个烦恼 不随顺这个烦恼 会起烦恼 但不随顺这个烦恼 那么起烦恼 知道自己在起烦恼 那么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 而且尽量远离这种烦恼 不是不会起 那么这样就是一种绝照的生活 那么常常在绝照的生活当中 他还是会 他还是会做错事 还会讲错话 但是他知道 所以他会避免 然后依着正当的方法 依着正当的修行 所以没有什么 没有那一些邪命 不管在家出家都没有邪命 不会邪命过生活 虽然可以 虽然这样可以赚很多钱 虽然这样可以 我比较轻松 但是这样对我未来有过患 所以我不要做 即使以后 即使现在对我比较好 但是以后对我不好 那么我就选择不要做 这个就是知道他的过患 在家也可以这样做 不是说你都出家才要喂饭你 不是在家也是一样这样 所以他为什么能够不剁三二道 正出国的为什么可以不剁三二道 正见真上的为什么可以不剁三二道 主要就是他清楚 这样做以后会剁三二道 有过患嘛 他并不是已经剁三二道了 他才在那边 才在那边知道过患 不是 还没剁三二道之前 他就知道这样做是会剁三二道的 即使现在让我好像在天堂 但是以后我会因为这样剁三二道 他就知道要什么呀 要远离 这个就是未患啊 要不然呢 这个就是未患礼啊 那不能修吗 可以修啊 怎么不能修 就是这样修啊 那你在日常生活里面 你常常都有 第一个要知道因果 所以才会讲 不问奴之不知 先知法柱 后知涅槃 你先知道 缘起因果是这样子的嘛 有因有缘世间急 有因有缘起烦恼 有因有缘多恶道 先知道是这样啊 那么你知道了清楚的知道 你就怎么样 你会选择远离 就算没办法远离 那也不是你故意的 非故意做的吧 那那个业也不剩 其实就是这样啊 你是要往这一边的 但是那种习惯力或那种业力 把你拉向那一边 那么即使你在造业当中 你还是会怎么样 你还是会忏悔的 你还会起惭愧心的 那如果没有 那么你在造业的时候 你会理所当然 而且不但不起惭愧心 还起什么 欢喜心 这个就是 这个就是问题所在 这个就是绝跟不绝 有没有知道过患的问题 你不知道过患 你就不会处理 你不知道过患不会处理啊 那小偷 小偷知不知道 偷人的东西是不对的 知道啊 他知道偷人的东西是不对的 所以他偷东西还要怎么样 还要偷偷摸摸 趁人家没不在的时候 趁这个主人不在的时候 还要看有没有警察 为什么 他知道不对 他知道 如果偷不诊 会被抓去关 会被告 他知不知道 他知道 他为什么不知道 但是他知道 所以知道 他没有思维他的过患 他只想 所以他怎么样避免 他只是避免 避免被抓 避免被关 他只想到什么 他就是那个位 只想到 我偷到钱之后 我可以买什么 我可以买什么 我可以不用那么辛苦 他就拥有什么 他那个贪爱 胜过了他知道的过患 他知道有过患 但是他那个过患 他不放在心上 他没有常常去思维这个过患 他是那个贪爱的力量 掌控了 我只要偷到之后 我只要骗到之后 我抢到了之后 我就可以怎样 你看那个直取性 永远 所以即使他知道有过患 他也不当一回事 那个有思维跟没思维差不多 其实他没有真正思维到他的过患 那我们在思维过患的时候 有时候也会这样 明明知道这样不对的 但是怎么样 但是想一想 我如果不这样做 我会怎样这样 又开始往习惯性烦恼那边做 所以你还是会照做 但是如果说你的力量强一点 就是你那个绝照力更强 如实之如实见 那这代表你不如实之 你所知道的只是片面的 或是什么 表面的 你没有真正知道他那个理 你看到的只是表面的理 或是表层的而已 那这个叫做不如实 就是说你没有真实看到 其实他不是这样 所以你会选择 因为表面是好的嘛 所以你就买回机 哪里知道里面是烂的 就变成是这样 那我们的心也是这样 我们有时候会被境界狂惑 我会觉得 我这样做是对的 这样做是对我好的 实际上这样做是对你不好的 那么对你现在好 对你未来不好 对你好对别人不好 当对别人不好的时候 就表示对你自己来讲是不好的 因为你赏害到别人 这个力量一定会反过回来 你一定会伤害到你自己 就是当你不在乎别人受苦的时候 你一定会因为别人的行为 引起自己的苦 那么这一些你没有想到 就是你没有如实之如实见 没有知道这个过犯在哪里 那当我们不断这样去思维 我们的烦恼会引起我们的过患 或是我们由烦恼所造作的一个 引起我们哪些过患 你清楚知道这些事的时候 渐渐渐渐 就算你在烦恼中 就算你还在造业 你也会想办法让自己远离 就好像你在这里被蚊子钉 你会想办法到处都是蚊子 但是你还是会想办法 今天被钉你会想办法 明天就在想怎么样才能够不被钉 后天又想 你会着重要远离这个过患 你一定会 但是你如果没有好好想 这样会形成我们的过患 你会顺着烦恼 你会顺着烦恼 而不会离烦恼 所以思维过患这一点很重要 当然我们想无常 想苦 这个是总说 那你要细想 那么它不断地在变化 你所追求的东西 终究是你不可 不能拥有的东西 所以你也不是都不要 而是说当你拥有的时候 你已经知道它是无常的 但是你也不会说不要 你也不是一直想要 就是因缘来了 它就这样 因缘走了 它还是这样 你的心 只是随顺这个因缘 有跟没有 有跟没有 它都是因缘 所以你不会因为有 而非常欢喜 你也不会因为没有 而非常痛苦 不会 那么当你了解到无常的时候 你渐渐就知道这个道理 那你也不会说 想要赶快离开这个世界 也不会痛恨这个世界 但也不染着这个世界 那你也不痛恨自己 但你也不深爱了自己 不是的 那你就是这样过生活 那么很清楚的 很明白的 那么你还是这样一天过一天 那么用正觉 就正念正式的来过这种生活 其实是可以的 就是这个要训练就是了 一开始这样讲 好像这样就可以过 清新的生活 还没有 因为你还有过去的习惯力 还有过去的二因缘 这些二因缘 这些二月都会让你产生烦恼 都会让你有很多的苦受 还是会的 尤其是身体的因素 尤其是家庭的因素 尤其是邻居的因素 尤其是同事 反正很多因素 那么有一些是 我们没办法解决的 或是暂时解决不了的 那么我们遇到了 我们就会产生苦 一定会 一定会有烦恼 那这些不是你想解决就解决 你首先要解决的就是 我对于这一些不好的境界 或者是好的境界 那么我们尽量保持 那一种觉察的心 我对这个人 我对这件事 我生起烦恼 那我知道 你一下子没有办法就不烦恼 那么但是你开始思维 这一切都是无常 那么他会改变的 就算他不改变 当我改变的时候 他就改变了 为什么 他这个人都不改变 但是当我改变的时候 我看他的这个心 我一与这个境所起的心 手就改变了 就改变了 他改不改变 就是当你的心 有觉到的时候 你看这个世间 所起的那个心 就改变了 已经不一样 那我们通常都是 贪嗔痴 好的东西 不好的东西 那么就不断不断 这些些 但是当你渐渐 渐渐有这种 叫我们叫做未患理 有贪之有贪 有烦恼之有烦恼 烦恼在哪里知道的时候 这个时候 你还是有烦恼 你还是有烦恼 但你不会顺着烦恼 或是不会顺太久 不会一直在烦恼中都不知道 不会 当你这样的时候 渐渐渐渐有力量 有力量在思维过患的时候 有觉察在思维过患的时候 那个时候就深入了 深入的观察 这一件事的因缘 就知道深入的观察 这一件事的过患 那么你那个时候的心 才有力量 深刻 深刻 我们有的印象 感受都是烦恼的 所以导致于 我们在抉择 做出行为的时候 是造恶业的 烦恼业的 生死业的 那么现在 你转过来 你的感受 是跟印象都是法 顺于解脱的 那这种热恼跟 衣于烦恼无欲的热恼 是不一样的 那这种印象 对法的印象 无常的印象 那么跟苦 无我的印象 就越来越深 越来越深 这种印象一样 是受想行 处去受想失 只是这个处改变了 是说明相应处 之前的叫做什么 无明相应处 只是这样而已 你好好研究阿安卿 他真的就是讲这样而已 那你不过就是一直在指导 你在生活 怎么样过正觉的生活 就这里讲的 就是随顺觉 他无运 他不外义就是无运 生命不外乌 生命的代名词 不外乌就叫做无运 生活 生活不外乌 就是生老病死 愿正会爱非礼求不得 就这些 要不然呢 就不断不断 我们在这里面 怎么样掌控我们 觉知我们的身心 掌控我们的心心 那么亲近我们的身心 从有我到无我 从有贪到无贪 从这个 就是我爱跟我见 时间过得很快 那么 我们学习佛法 那么一定要 透过这些佛法 让我们的生命产生改变 它是直上的改变 那么要改变 一定要改变你的认知 所以八正道第一个是正见 正见之后 一定要如理思维 正思维 所以他叫你 如实知 有烦恼 那你清楚 这整个因果 那么你要怎么样 你要如理思维 那么如理思维 这个烦恼会引发什么过患 好 我们再往底下看 把这一部经说完 它其实跟前面的一样 那么所以他这里讲 有患之后就要什么呢 就要离 未患离嘛 那么患到离的过程 当然也很长 但是它是渐渐处理的 它是渐渐处理的 所以当你有烦恼 你要处理烦恼 不是说我要离就离 没有那么容易 所以他会有一种习惯力 有一种业力 所以你现在要转回来就是了 就不断不断 因为你有觉知 不断不断离 不断不断离 渐渐你那个心 缘那个劲就少了 你因起烦恼少 烦恼少 你那个业就少 业少 你那个因缘就少 因缘从哪里来 你为什么会常常遇见这件事 遇见这个人 让你起这个烦恼 为什么 因为你一直 你要知道 你遇见这个人 发生这件事 让你起这个烦恼 你因为这个人 我们稍微讲一下这个 给我五分钟就好 因为这个一直在我们的生命中 一直是这样 比如说我们只是举例 这个是禁 禁我们当成是一个人 或是这个东西也好 那么发生这些事 不外乎就是人事 不外乎就是人事 起烦恼 所起的烦恼 不外乎在人事上 比较多了 好 那么只是这个禁常常陷起 我遇到这个禁 我也知道不要起烦恼 但是 第一个不自觉的就起这个烦恼 那么一直在起烦恼 因为它没改变 它没改变 所以我的烦恼也不变 那么我们会觉得 我怎么这么倒霉 不是 这种东西都跟你的业 跟你的因缘有关系 有此心 此业 此缘 这个业缘又形成你这个心 这个心又反过来 招感这个业缘 它就不断循环 好 所以当你这个人事 人这个人这个事 依这个禁 依这个禁起这个烦恼的时候 当你没有觉知 当你起烦恼就是你 这个烦恼就是你的心 烦恼是一种心 不管是贪爱称 只取这个禁 只取这个禁 这个就叫做为 或是贪爱 只取这个禁 爱取 只取这个禁的时候 这个缘就加深了 你跟这个人或这件事的缘就加深了 那么你的缘 当你在直取的时候 你的心直取的时候 你就招感未来的 你就造成一个业 当你直取这个禁的时候 直取这个禁 生起什么 生起这个烦恼 或是贪嗔 那么这样 你贪这个禁 或是你爱这个人 你恨这个人 举个例来讲 你恨这个人 或是你爱这个人 那么当你恨这个人的时候 你这个心中就 跟这个人有了一个什么 有了一个缘 因为你缘他 无名缘形 现在是你无名缘这个人 你这个心就缘这个人 那么你跟他的姻缘 是不是就变深了 你爱这个人 一直爱这个人 一直想那个人 你跟他的姻缘也变深 也是会变深 那当变深的时候 人跟人有缘 这会是什么状态 你就会常常遇见他 因为你常常想见他 久而久之 你就会常常遇见他 异佛念佛 现前当来必定见佛 一样的道理 那么异人念人 现前当来必定见人 一定是这样的 那么这个人又来 引发你的敬 这个人又来 引发你的爱恨 这个爱恨又导致你常常 因为你的缘在他上 所以又导致你 常常会见他 所以你现在转过来 异法念法 或是异佛念佛 他不过就是告诉你这样 那么你就会常常 这个法会献起 那个法的因缘 就会让你献起 那么所以 这个基本上 这是一个过程 当你觉知了之后 你的心慢慢不直取 直取的 就算会直取 直取没有那么久 直取没有那么深 他的缘就渐渐渐渐没有了 你以后再遇到这件事的机会 就越来越少 就越来越少 就算遇到了 要先遇到了 你对他的心变了 你要先变化你的心 转变你的心 你才能转变你的缘 转变你的缘 你才能转变你的静 气是这样的 心跟静是互为影响的 那么这一点 你知道了之后 其实很多事情 即使现在让你困扰 你会知道 这个是无常的 我只要 尖叫尖尖转 就是说 虽然他恨我 但是我先 以前是他也恨我 我也恨他 他也讨厌我 我也讨厌他 但现在开始 让他讨厌我 我都不讨厌他 慢慢慢慢 慢慢慢慢 不管他讨不讨厌我 他已经不是我执着的对象 他讨厌我也好 我都不讨厌你了 你怎么还讨厌我 我都对你好了 你怎么还不对我好 那还是执着 那还是会让他讨厌你 你还是会常常遇见他 就算不是遇见他 你会遇见跟他一样的人 生起一样的心手 那个就是招感 你越怕鬼 越会遇见鬼 真的 因为你一直在表现 没有鬼 没有鬼都给你想来了 那么这种东西就是什么呀 这种东西就是你的心 心跟近户为影响 那么你了解了这个道理之后 你就知道 你应该要想些什么 你应该要执着些什么 你应该要远离些什么 那么这个过程 慢慢慢慢慢慢 你就有所谓的未换礼 其实这样过程来的 好 我们先下课